今年98岁喜欢唱歌的赛德克族阿嬷林智妹 是目前全国仅剩的两位文面老人之一 二头上的文面在日治时期 曾被日本人拿刀割除过 应对文面文化的凋零 常年从事文史工作的田桂石认为 应该成立典藏机构 今年很多以前好多的文面老人 一个一个都已经凋零了 成立一个我们的文物馆 或是文面的文物馆 我想这是非同小可 我个人我非常的赞同 如果这些文物馆一成立起来 需要我的东西摆在那个地方 我非常的高兴 我会共襄盛起的 因为文化是全世界的 不是我个人的 议员许淑英也在议会 提出设立文面文史馆的诉求 读出县府文化局尽数规划 我们希望坐落在部落里 让文面文化部落在地化 生活化 我们也要求文化局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一个规划 希望透过未来这个文面文史馆 能来做一处 典藏我们文面文化 以及研究 甚至可以做教育展示的一个空间 文化局表示碍于经费 目前规划申请文化部经费 全力配合保存珍贵的文化资产 透过我们一些空地 公有的空地 然后申请这个文化部 文资局的补助 来成立这个全台首创的文面博物馆 或文物馆 随着时间的消逝 仅存的文面历史见证人 只剩苗栗泰雅族的科局兰 以及花莲赛德克族的林志妹 对于文化的典藏是迫在眉睫 花莲在地文史工作者及族人 也期待能赶紧成立文面文史馆 将珍贵的口述资料及影像记录 加以保存 并作为教学场域 原始新闻 找罗比斯花莲市采访报导